大家好 欢迎回到阳光财经周末点评 我是Sunny 周五一上来 利空因素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有所增多 多头不但要兑付10年美债 这支本售 还要为美联储到期退出SLR 补充杠杆率 减免规定 这个消息而担忧 那到底SLR不叙是什么意思呢 对股市有什么影响 另外中文资料似乎对 阿拉斯加高层对话颇有不满 而英文资料好像较为平淡 想到2018年开打的中美贸易战 造成两国股市 尤其是A股重创 中美对抗再次来袭的苗头 会不会成为股市新的利空线索 加税这个事儿今天我们不说 但也是一个利空 总之啊利空不断 股指高位反弹乏力 高处不胜寒 大盘最为关键的点位 又面临考验了 请关注订阅阳光财经 我们影片马上开始 首先说一说SLR 这个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FOMC议席会议之后留下的一个伏笔 而刚刚宣布的一个消息是说 SLR到期不续了 这一听就不是什么好事吧 央行现在一碰到问题 就是各种英文缩写 搞得咱们小韭菜是一愣一愣的 别的行当都是大学毕业就赚钱 咱们韭菜要活到老学到老 还得倒贴钱 既然老包犯了一个大招 不续做SLR 那导致今天债券利率继续收高 以及银行股权重闪了腰 那么我们还是赶快来了解一下SLR规定 是个什么东西 SLR补充杠杆率是衡量银行资本 充足不充足的一个指标 一般来说要怎么开银行呢 要经营牌照 还要有资本 对吧 虽然银行都是用存款人的钱 在放款 还有做投资赚钱 但是银行自己也得有本金 不可以空手套白狼 那为了规定银行自己有多少资本 可以做多大的资产规模 YAMA都会很严肃的做出限制 银行收到存款人的钱 有这么几个去处 要么投到贷款 要么同业存放 此外还会投债券 甚至是股权等等 但是这些投资业务和同业业务上面的风险 是各不相同的 有的高 有的低 买债券是要算风险资产 也属于算到SLR杠杆率当中的 去年3月 大家都在抛债券 为了缓解这个局面 当时美联储临时放松了这个规定 就是美债准备金暂时不包括在补充杠杆率计算当中 这个算是一个救市政策了 时间是一年 那现在一年到了 这个临时政策要不要继续成了市场关注的要点 结果事到临头 美联储决定SLR减免措施到期不再续 债券市场预期商业银行有可能因为这个事开始抛售美债 导致美债价格大跌收益率飙升 这么一来实际上10年美债收益率又上涨了 越来越多的人预测这个东西要涨到2%以上 债券利率事关政府举债的成本 一点点微小的变动呢政府就要多付出很多的利息 假设28万亿的政府债务 利率上升1%呢 那就是一年2800亿美元的利息支出啊 所以债券这个1%2%的 比咱们股票的1%2%的波动 那可不是原子带量级的规模了吗 我的意思是10年美债早日涨到2%吧 股市呢就能早日摆脱这个因素的影响 这个东西是空头打闸科技股的武器啊 好在它的子弹是打得完的 有本事10年美债你涨到5%啊 是到时咱韭菜得哭 不过拜振华一定是先哭了好吗 说到拜振华 咱们黄文社区有搞消息说川普是川建国 而拜登呢就是拜振华 不过建国也好 振华也罢 好像吵吵闹闹的戏码又开始了 王毅和杨洁篪来到阿拉斯加 参加中美两国高层战略对话 不曾想美国提前几天在香港问题上面 制裁了24个大陆和香港的官员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开会 又指出了中方的某些内政问题 导致中方两个外交官非常不满 在中文媒体上颇有微词 而英文媒体这边却报道有限 更多的热点被疫情进展啊 还有利率飙升等占据了 中美关系走到2021年农历除夕两国元首通电话 余温仁在 可以说从大选下半场以来 以及疫情以来 中美贸易战就一度不再扩大 可以说今年中美关系比前两年那算是缓和很多了 由于比较高的对外贸易存量和增量 贸易战中股市表现就是A股受到的空方压力大于美股 如果中美关系不好 对A股风险比较大 而对美股呢 我觉得短期利空 但长期影响是有限的 美股投资者可以关注事态进展 看会不会演变成一些实质性的利空 但个人认为啊 这一次的外交蛇战 估计点到为止 吃瓜群众看看热闹 大国价值百上一百 吃个大餐就结束了 对美股的影响可能是轻微的 一次过的 我觉得美股呢 还是要回到利率走势和疫苗复苏等主要的线索 更重要的是 科技股到底是要调整到什么时候 美股指数当中 结构成分最大 市值占比最集中的科技板块 如果迟迟不能有所起色 就很难讲大盘会不会继续调整 那些个周期股啊 复苏股 整个体量根本难以持续推升三大指数 纳斯达克指数里面 信息技术占了53.6% 标普500里面 信息技术占了35.2% 而且市值还集中在几个科技龙头上面 几千亿到两万亿这样的股票 才是决定市场方向的拳头产品 指数和各位的养老基金要赚钱 科技股不涨那是不行的 上周给科技龙头画的几条线 目前来看依然构成压力 苹果是这条蓝色的上升趋势线 斜率也不高 即使在线上也没有很大的上涨 半年内股票表现很一般 也许观众特别关注一些财经博主的重仓股 比如我的那只就是半年里面很一般 其实2020年涨得好的科技股 从去年9月份就开始高挂免战牌休息了 买了在里面的无非是追高的结果 苹果这条趋势线是已经跌破了 好几个交易日在线下面支撑线转变成压力线 苹果的下一轮刺激无非是新的iPhone13 那还要半年呢 造车就是更久以后的事了 2万亿市值撑着 我的电报群两个月前就有网友指出 苹果要跌到80 被群起而公知 不过我认为苹果暴跌不易 上涨希望也不大 眼下是浪费时间浪费精力的行情为主 美股股王这般疲态 对指数基调的定调也就是一个字 哦 市值1.7万亿的微软比苹果的形态要好一些 黑色线是两个近期高点连线 突破之后回落多次 有一种突破无力回支撑线寻找支撑的态势 股王苹果2万亿 微软还得看苹果脸色 突破之后没有顺势上涨 而是弱势整理 不回到近线之下都算是还行 随着调整时间推移 修复技术形态有一定的希望 总的来说也是需要时间 还是得熬 熬是最难的 最近一个月以来 股市特别是科技股多次一通猛跌 但又没有形成连续惯性暴跌的趋势 而是挑个水 然后喊一声老乡别走啊 再来玩啊 等大家刚松一口气 他就再挑个水 前一天刚刚鲍威尔打了强心针 市场稍稍有回暖 第二天又开始吓尿了 要问吓尿的理由啊 都是十年美债惹的祸 其实实际情况是 科技股涨太多了 需要调整和休息 我现在也开始降低预期了 没办法 2020年那种兔兔兔连续涨五个月 休息一下 再涨四个月的日子啊 反正是过去了 今天打开账户 虽然当日盈利是绿的 也没有什么意思 因为昨天没做节目的时候 人没有大红大紫 账上却是大红大紫了 昨天好像亏了有块两万吧 今天回血几千块 股市就是这样 他打你一耳关子 你刚要破口大骂 一颗糖就递了过来 搞得你都不好意思骂 个股嘛 没什么可说的 最后给大盘做个技术分析吧 纳斯达克指数最关键点位是13000点 因为原来13000点破位的时候 是一个头肩顶形态 我当时分析头肩顶会跌到12000 甚至是1825点 而且指出头肩顶在美股不见得灵验 经常成为骗人下车的假突破 13000点失而复得 是头肩顶被救回的标志 是好事 一般技术上 假破位形成一个坑 叫空头陷阱 把空头骗进去坑杀 那么多头竟然布了这么一个陷阱 再去坑里面把空头解放出来 那就有点搞笑了 所以13000点是陷阱的盖子 不是外力作用 不能给它揭开 所以在黑色13000点水平线位置 是观察纳指强弱的分水岭 下周大概率在线上继续折腾 小概率破位形成比较难看的空头图形 标普500指数在4000点关前 认怂了 整数关得有天时地利人和才可以一次过 这次很明显没有任何时达运转的机会 前面不是说了吗 多重利空摆着呀 最后给大家更正一个事 美联储下次议席会议是4月底 不是3月底 我上期节目没有说对 好了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